你判十四年 你是怎麼裝鋒賣啥見心 其實我一開始 我是很配合辦案的 警察教我都完全據實陳述 只是我在 我在那個 我就是因為我據實陳述 我才會沒有被禁見 我有被收押 但我沒有被禁見 我沒有被禁見 我就會在大社訪 在大社訪就會遇到很多那個 那個慣犯 就是那個來來來來來回回 進進出出很多次的那些女犯人 他們就給我出手主意 就說這個你怎麼會生姻 你怎麼這麼傻 我們之前有像像像像像 他去台像 他也是台英 他什麼人 那個人也是對他怎樣 他就怎麼說 說他人生的問題 結果結果就破 破不到十年 破了七八年 破了三年 五年 你如果那麼傻去生姻 他就說不是你就好了 我不知道就好了 我就被洗腦洗動了 就說對 我怎麼 我就聽人家的案例 我就覺得我自己有希望 所以那時候我就翻 我就又去開庭的時候 我原本承認了 我就給他翻供 又說我不知道 我就又又朝那種無意識殺人 就是受精神病影響 無意識殺人的方向去讓我自己脫罪 這時候我們就要騙 就亂騙 就要騙那個檢察官 去騙法官 然後順便主管要騙 因為主管會自己這樣問你 我就想說主管跟那個檢察官不在 有沒有 有沒有在通話 我們就又騙 然後接著大家都騙 然後騙一騙 連自己也騙倒了 然後自己當下真的會覺得 我當下有一段時間 公布料理就很正常這樣 好 其實大家都沒什麼相信我 大家都不相信我 因為我被禁見了 我就是因為要翻供被禁見 大家不相信我 然後是我會又掉入另外一種深淵 那一種深淵就是 為什麼不是我殺的 我沒有殺他 為什麼你們都不相信我 因為我把他編造成我無意識殺人 我不知道我有殺人這個舉動 然後變成我又騙倒了我自己 媽媽你先開始 自己也被被自己 對 因為我們在理科官太嚴重 跟生死問了 這是現實的問題 那可以破到無意識的 我當然也會怕 所以那時候就騙了大家以後 連自己最厲害的騙數 就是連自己都騙倒 自己都騙倒 其實只有我騙到自己 大家都不相信我 那裡面有人真的騙成功的嗎 有啊 有啊 就那個我曾經遇到一個 他是殺他的小孩子 他那個小孩子那時候幼稚園 他把他用精神 他用精神藥物打頭 然後他悶死 而是他 因為我在裡面 我都會跟人家分享我的事情 我分享的事情太生動了 你知道那個被我感染到 變成他們把他們自己生存的秘密 告訴了我 然後那個女生 他是一開始同時交兩個男朋友 就一個男朋友沒有錢 然後問那個小王有錢 然後懷孕了以後 其實他知道這是男朋友的 但是他跟小王說 我懷孕了 然後小王說 那你就生下來把我娶你 好像大受寵若驚 我要嫁入豪門了 他就沒有跟他那個窮的男朋友講 然後他就是嫁給那一個有錢的 可是他明明知道這個是 那個男朋友的 他明明知道 他就會開始憂鬱 然後開始疑神疑鬼 他開始會擔心受怕 然後直到生下來以後 他就其實他已經 我覺得他已經想了 對 他就想了很多方式 然後最後他用的方式 他做了整套的那個精神治療 他就說我現在開始憂鬱症 躁鬱症 我去看進行科 要進行科的病例 我們治療都漂亮 然後最後面 他成功把他用精神病的併發 然後去跟家裡的人吵架 成功把這個小孩子 帶出去租房子住 這個都在他的預謀之內 然後帶出去住的時候 他就有機會了 有機會去殺掉他的小孩 他說那一天他的小孩很懂事 因為媽媽不愛他 所以小孩都特別懂事 他在磨藥粉 磨他的精神科藥粉 然後倒到那奶瓶裡面 然後小孩子都在看 裡面可以娶自己的孩子 對 裡面可以娶自己的孩子 他說他在外面 他在外面 他在外面 犯案之前 他犯案之前 他在外面已經租一個套房 然後把小孩子帶出來 就可以就是製造他可以去 殺掉小孩子的場景了 他磨藥粉 然後倒在那個奶瓶裡面 然後遞給小孩 小孩子那時候燉茶 小孩子其實 他說要看他的小孩子 他知道小孩子知道 他要幹什麼 但是小孩子猶豫了一下 還是接過奶瓶 喝下去了 他說其實那時候 他是 其實他是有痛到 因為那個 他知道小孩子知道 他要殺他 謀殺自己親生的小孩 對啊 對啊 他就這樣 然後他說 小孩子就是燉茶 然後看了媽媽一眼 深深地看了媽媽一眼合下去 然後他就繼續照他的班 班牢 他是用那個枕頭悶死 小孩子盡盡讓他悶死 然後他去自首 那個小孩多大 他小孩幼稚園而已 幼稚園也很大了 對啊 蠻大 所以他就是懂的 他非常非常的懂事 因為我們聽他講話 那個小孩子根本就自己設鬧鐘 自己起床 自己穿衣服 自己去買東西吃 然後還會照顧媽媽 很獨立 很獨立 因為媽媽不愛他 媽媽一直把他視為說 這豪門的絆腳石 然後小孩子殺死以後 他去自首 自首可以減刑 他都一切都在他的計畫之中 然後他 他也用了那個精神病例 跟自首減刑 去打這個官司 還判三年出頭而已 新工 新工 三年出頭 可是他這樣還能回去豪門嗎 這個都在他的計冊之內 他就是 他都是 他都演 很會演戲 他都演成像說 我生病 我不是我願意的 我真的很愛這個小孩 但是我真的 我不知道為什麼會生這個病 他這個做在他計謀之中 包括因為他判那麼輕 就是因為被害人的家屬 跟加害人的家屬是同一掛的 然後加害那個被害人的家屬 原諒了加害人 因為這種是他的婆婆 公公 他的公子 我媽就是因為精神病 也不是他願意的 要去帶這個兒子帶死了 這樣 不然我們每當 他就不追究 他們不追究加害人的刑責 他們說算了啦 反正這個是大家不願意發生的 就原諒 對 所以就他就判了那麼輕的刑 判三年多 可能只要關一年多 對 一年多 就假釋了 對 他完全這一套班 完全就是照他的步驟在走 完全成功 所以人家說監獄是另外一個深造的研究所 大家都功力變高了 對啊 對啊 因為他在家裡就一定想好 說要怎麼處理這個孩子 那我事後我有問他 他說他講到我都流眼淚了 那時候我就問他說 如果再讓你選擇一次 你還會做什麼 他講到你流眼淚 他講到我流眼淚 這小孩 你怎麼做得下去 那最後面事情已經發生了嗎 我就問他 你再來一次 再重來一次 你還會這樣做嗎 你會 他跟我說他還會 我真的傻眼 我就嚇到想說 你前面的鋪陳說這個小孩多懂事 你想成這樣子 你懂 好好 小小 我看他的原因就是說 我剛剛我有給他出一個方案說 你會不會想說要把這個小孩子 送到雇為院就好了 那只有一條活路 他說不行 因為他要維持這個婚姻 這個小孩子的爸爸是他的老公 在他這個小孩子有爸爸媽媽的狀態 你要送到孤兒院 需要爸爸媽媽同意 他說他的先生一定不會同意 自己的親生兒子去孤兒院 因為是親生兒子 但是他事實上這個不是他的 所以他說這個小孩子 終究必須得死 他為了進澳門 不得不殺掉這一個 不然對方就會知道 這個小孩不是他們 對有夠兇狠 但這個在男生的世界裡面 我還沒有聽過那麼心狠手辣的 反而是女生 說女生為母 世界最怎樣婦人心 對啊對啊 真的最毒婦人心 最毒 是你講的 對啊 我覺得他真的就有毒了 哇 崔文 這是什麼樣的心理狀態 我覺得剛剛聽那個 講的那個過程 我如果從女性犯罪的心理來看 我覺得當他下定決心 他覺得他怎麼樣 可以得到幸福的時候 他只想要這個小孩 從這個世界消失 所以他們的動機 為錢 為利益 那當然也有表達憤怒跟掌控 所以我覺得他已經 他鋪陳非常長 因為有些是衝動的 他這是計畫型的 他非常長 而且他不斷地在過程中 有想到怎麼去迴避 自己的法律的責任 可是他一輩子這樣良心能安 我會跟你說這種人不會良心不安 不會 不會 因為我覺得他有一點就是說 他對於人是沒有情感的 他只有想到他自己 利益 他不會有罪惡感 所以我們有一種人 反社會的人 他是不會有罪惡感 因為我覺得他的心理狀態 是蠻複雜的 所以他剛剛分析的這個心理狀態 是很複雜 那孩子已經到幼稚園 那時候買事情 媽媽要他帶他也知道 後來當然你有點買 把他埋起來 那埋起來他也要去跟他拜拜吧 拜拜的時候他都會黏什麼 可能他 我覺得他心理上 一定有合理化 就是說媽媽這樣做 也是不得已的 那我覺得那個小孩會當時看了媽媽一眼 有一種小孩 他早就知道他來在這個世界 是不受歡迎的 然後他其實已經是不要存在了 所以當他 他雖然很小 但是他會覺得如果媽媽 你要我怎麼樣 我都願意 所以他已經就是我覺得是有一點悲傷 非常悲傷的 這小孩已經很清楚的知道 他是不受歡迎 他不被期待 他其實是很難過的 可是聽到這裡 你覺得越生氣 恐怖恐怖 這就是我離婚之後沒想要再結婚 不要用一個女生擴大到全部的女生 對啊 當然是在社會當中 我們除了朋友的案例 我們自己也遇到很多案例 這樣喔 待會兒你的故事 待會兒說 不過這是很極端的個案 女性很極端很極端 百分之九十九都非常好 QR Code 也可以按下訂閱鈕 開啟小鈴鐺 請大家繼續分享